好家在外國等歌詞 唱歌 歐羅瓦 煮 在冷氣今夜來咪 涼爽無名 好家在外國等歌詞 唱歌 歐羅瓦 煮 在冷氣今夜來咪 呼 哈 歐羅瓦 煮 親愛秀朋友大家平安 歡迎收看快樂假期 在大自然的景象當中 有星星 月亮 太陽跟彩虹 不知道哪一個景象是你最喜歡的 牧師非常喜歡彩虹 真的看到彩虹的時候覺得好神奇 怎麼會有七彩淡淡的顏色 而且這麼的清晰就掛在高空上 相當美麗 真的是太神奇的創造 今天的主題跟彩虹有關係 讓我們一起來欣賞 主角老師 你在看什麼啊 我在看彩虹啊 明文老師 你知道嗎 每次我看到彩虹時都會想起挪雅的故事喔 我也會耶 我會想起天賦的應許 紅橙黃綠藍點子 是你微笑的樣子 告訴我你是愛 愛的約定不更改 一二三四五六七 謝謝天賦的應許 告訴我你同在 恩典隨著我 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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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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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彩虹彩虹� 一二三四五六七謝謝天父的英雄 告訴我你同在飯店隨著我 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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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 天父爸爸就是愛你用小臉幫助我 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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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 你永遠保護我 你愛環繞我 親愛的孩子們 別忘了喔 天天要讀聖經 禱告清淨神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連串的聖經故事 要與你分享喔 敬請期待還有準時收看喔 翻開聖經看你話語的奧秘 頭顧故事裡發現了曲無比 令我真知道你是偉大上帝 天天都想親親你 嘩嘩嘩 天看 你的雙腳 送贊 你的榮耀 花和草與紅鳥 全都是你手手腳 我要讚美 你作為奇妙 Hallelujah 我真愛你 Hallelujah 我敬拜你 Hallelujah 我要天天親親你 我要一生一世跟著你 翻開聖經看你話語的奧秘 頭顧故事裡發現了曲無比 令我真知道你是偉大上帝 令我真知道你是偉大上帝 天天都想親親你 Parliament 驚嘩嘩唸 踏你的床堂 送了你的荣耀 花和草 鱼和娘 全都是你小说着 我要参悲的所谓心刚 哈雷路亚 我真爱你 哈雷路亚 我敬拜你 哈雷路亚 我要天天亲亲你 我要一生一世跟着你 哇 又是下雨了 都不能出去走一走 也不能去运动 真的不舒服耶 下雨也很好啊 可以让植物有水喝 也可以让马路变得干干净净的 我告诉你们啊 下雨啊 就可以帮助农作物生产 然后呢 农作物有生产 我们就有食物吃 如果没有下雨呢 我们就没有食物吃 也会被饿死的 所以下雨也很重要的 真的下雨很重要 真的下雨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很喜欢在下雨后出去 就会看到天上有一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一道彩虹 它有很多颜色耶 姑婆告诉你是红橙黄日蓝店子 而且啊 彩虹是上帝给我们的打勾勾哦 他跟我们 他就是我们爱的约定 真的哦 当然啊 那我们就来去问 盐巴老师彩虹的故事吧 好好好 我们去问盐巴老师走走走 嗨 小朋友 你们刚刚在讨论说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彩虹的问题 彩虹的问题是不是 哎 记得彩虹通常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下雨 下雨过后对不对 雨后天晴 雨后天晴我们就会看到彩虹 没错 哎 那你们记得彩虹是上帝跟我们做的一个约定吗 还记得啊 记得 那今天我们要再把这个故事再讲一次 给更多的小朋友听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一起来听 还记得我们上一课讲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还记得吗 还记得啊 上帝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他要我们怎么样 好好的管理 爱护这个世界 对不对 可是啊 可是 后来很多的人类都犯罪了 他们都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上帝看了这些 他所创造的人类 他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他难过到什么程度 他难过到说 我决定了 我要用洪水 来把这一切活的活的动物 活的人类全部消灭掉 哇 上帝好不容易创造这些这么棒的动物 这么棒的人类 可是因为人类犯了罪 所以他失望到想要把它消灭掉 如果你们有一个东西 好不容易 是你们好不容易 很喜欢很喜欢的 然后就像一个乐高 好不容易把它组装好 结果如果叫你把它破坏掉 你会很舍不得吧 对不对 你怎么不会舍不得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很舍不得 所以上帝也是一样 他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他要把它毁灭掉 他很舍不得 可是他实在没办法 因为他觉得这些人类都不听他的话 一直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他决定要用洪水消灭这个世界 还好 还好 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人叫做挪亚 挪亚呢 他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完全人 你们知道什么是完全人吗 就是实权实慢 完全人 他就是一个做的事情 都符合上帝心意的好人 哇 上帝觉得说 挪亚他是一个听我旨意 而且都是做对的事情的人 所以上帝就跟挪亚说 挪亚挪亚 我啊 决定要用洪水消灭这个罪恶的世界 可是因为你是一个完全人 你有听我的话 所以我决定要拯救你跟你们一家人 所以上帝就命令挪亚说 来你要听清楚喔 我要你去盖一招 然后很大很大的船 叫做帮舟 然后这很大的船呢 除了你们家人都可以进到这个船里面 而且你们还要把这世界上 所有活的动物都带一公 还有一母进到这个船上 然后呢 捷径的动物 七二公 七只公的 跟七只母的 也要进到这个船子 因为这样子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活下来 对不对 喔 可是你觉得挪亚会听上帝的话吗 会啊 会 对 挪亚因为他是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 所以他就照着上帝的旨意 圣经里面有记载 上帝有告诉挪亚说 这一艘方舟要多少的尺寸 要盖三层楼 都有这样子告诉挪亚 于是呢 挪亚就真的带好了这一艘大方舟 带好了那一天 上帝跟挪亚说 这些动物跟你们家人 都要进去这个方舟里面 然后呢 七天之后 就会开始怎么样 下大雨 哇 下大雨 下大雨要下几天 你们知道吗 40天 对 上帝说 接下来会有下40天的大雨 哇 40天大雨 可能 我们的衣服都会发美吧 对不对 可是 所以上帝 他决定了 他就等到挪亚 跟所有的动物 都进到方舟 把方舟的门关起来之后 七十七天之后 就真的开始下大雨 哇 40天 一直下雨 下都不停 而且不止从天上下下来 而且什么 从地 还裂开 从地底下的水也冒出来 哇 整个海 整个水 就这样子慢慢长 哇一下子 就淹过了很高的山了 你们觉得这样子 那个在陆地上的动物 还有办法活着吗 没办法 除非他们有氧气筒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代没有氧气筒 就这样子 下了40天的雨 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活物都被大水给毁灭 都被大水给淹死了 哇 等到40天跳完之后 雨终于停了 哇 可是你看那个时候水已经那么多了 你看水要慢慢干掉 慢慢消退 慢慢消退 你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吗 花了150天的时间 水才慢慢消退下来 可是水消退下来之后 摩雅就想说 那我现在我们可以开 可以把门打开出去了吗 他不知道外面 到底水有没有完全退干 对不对 于是他就想一个好主意 他就放了一只乌鸦跟一只鸽子出去 他就把方舟上面有开一个窗户 他让乌鸦跟鸽子从那个窗户上面飞出去 哇鸽子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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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久 这只鸽子跟乌鸽 他们又飞回来方舟上 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飞回来 找不到陆地 对因为水还没有完全干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休息 对不对 所以飞回来 诺亚就说 那应该水还没有完全干 再等了七天 他再放出去 这一次一只鸽子咬了一个什么 很清脆的橄榄树的树叶回来 诺亚说 有这么新的树叶 那表示水已经干了 然后树已经开始慢慢长出来了 那为了保险一点 我再等七天好了 一样再等了七天 他再把鸽子放出去 鸽子就怎么样 没有回来了 因为在外面地都已经干了 他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休息 他在大自然里面可以找到食物吃 所以他就没有回来方舟 于是挪亚就知道说 那我们可以离开这个方舟 把方舟的门打开 我们可以出去了 于是挪亚跟所有的动物 还有他的家人 离开方舟之后 他们第一件事情 是做了一个祭坛 然后呢 献上帆祭跟上帝谢谢 哇上帝谢谢你 谢谢你保守我们一家的生命 那时候呢 上帝跟他说 挪亚啊挪亚 我啊跟你说 我啊以后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用洪水 来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了 上帝 他这样子跟挪亚说 答应了挪亚这个约定 而且不只是用说的而已 上帝说 你看看 那云的中间 有没有看到一条彩虹 这一条彩虹 就是我跟你们所做的约定 也就是 当我们以后看到天空的彩虹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说 啊上帝 他是一个仁慈又有慈爱的上帝 他也是一个信实的上帝 他虽然看到我们人类犯了罪 他用洪水消灭了这些人类 可是他有答应 他再也不会用洪水消灭所有的生物 所以孩子们 这条彩虹我们有时候看到 可能会说 不只是看到说 哇好漂亮好漂亮 有彩虹耶 我们要想一想 哎 上帝 他是爱我们的 对不对 他答应我们 他再也不会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他从这个彩虹 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信实 是一个慈爱 是爱我们的上帝 好不好 也就是说 这个彩虹 的确是上帝 跟我们所打的勾勾 跟我们做的一个最美好的约定 懂了吗 那你们知道 其实研发老师小时候啊 有一次在学校 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就聊到彩虹 同学就跟我说 哎 你知道彩虹的原因 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我那时候就说 哎 我们主日学老师跟我们说 彩虹是上帝跟我们的约定 我的同学就跟我说 哎 不是啦 彩虹 其实是太阳的光里面 我们眼睛看不到 它有七种颜色的光 然后呢 当太阳光照射到水滴的时候 它的水滴 会把那些光色 做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 然后 嗯 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七个颜色的光 那时候我就想说 嗯 对 没错啊 只是 藏地 它 如果没有创造这么厉害的太阳光 到底有谁 能够创造一个太阳光里面 会有七个颜色呢 对不对 这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造物主 他才有办法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你看 它因为折射 经过水滴折射 它会不同的角度排列 然后就会排成红尘黄绿蓝电子 所以其实 我那时候本来想说 那到底是 到底难道 这个主日学老师跟我讲的 是不是真的 后来 有一个牧师告诉我 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 他们虽然研究了很多的科学的知识 可是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比如说牛顿你们认识吧 发明 被苹果打到 发明 就是发现有万有引力的牛顿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切利略 哇 这有好多很多很多科学家 他们很专心的在研究 他们科学的知识到最后 他们觉得 哇 当我越研究这些科学的知识 越研究的越清楚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么厉害的科学 一定是有一个伟大的造物主 去创造出来的 所以孩子们 从这个彩虹的故事里面 第一个 我们可以记得 这个彩虹是上帝 跟我们做的一个最美好的约定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要相信上帝 他是一个爱我们的 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 而且我们用信心去依靠他 好不好 那今天以后 所以你们以后看到彩虹 除了说 哇 彩虹很漂亮之外 要提醒自己 再次想一想 哇 上帝是爱我们的 上帝跟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约定 好不好 好 希望你们都可以记得 也希望 网路电视前面的小朋友 我们都可以一起记得 一起知道彩虹是上帝 跟我们做的最美好的约定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听故事好不好 好 那我们跟大家说 再见 拜拜 亲爱的小朋友 今天生活乐趣多 我们要来做一个实验 那今天实验所要准备的材料 有插手纸 或是厨房的餐巾纸 是这种比较厚的纸 再过来就是有彩色笔 那请先确认下 有没有红橙黄绿燃电纸彩红的颜色 然后而且都有水喔 先试画看看 好 接下过来还有要准备两个纸杯 里面大概先装半杯满的水 OK 那我们先把水放旁边 好 这个餐巾纸呢 插手纸 我们需要把它剪成一小条的条状型 像这样子 好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把它 两端都画上插红的颜色 比如就像这样子 好 那待会儿的实验就很有趣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颜色会走路 或是颜色会爬山 今天的实验当中 我们会不会看到颜色在爬山 或是在走路 非常有趣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所以呢 首先呢我们先画上颜色 那我们先拿红色 彩虹一开始是红 那你就是这样轻轻的 把它画一道直线 好 那轻轻画哟 要不然这个纸 可能怕如果太大脸 所以把它画破了 好 大约 大约就可以了 好 再过来 橘色 那中间不一定 中间没有画满没有关系 留一点点空白 好 那么就怕它会晕开 好 这来是什么颜色呢 小饼鱼 对 黄色 红橙黄绿蓝天枝 所以是黄色 好 好 这过来是 铝色 所以大家有没有特别发现 你看它绿色很有水对不对 所以它来说会跑得很快 好 这过来是 蓝色 所以请大家在画之前 要先确定好 它有颜色 如果干干的话 那就真的要 赶快再去找另外一支色笔 好 OK 再来是 红橙黄绿蓝天 点色 好 最后一个是紫色 好 完成了另外一 完成了这一边 我们来进行另外一边 就是这个 所以颜色要画相对的一样 所以把它转过来 往前看是红色 所以第一道 好 好 有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会刚刚好 距离 所以我们把多的白色的擦手指呢 就把它剪掉 好 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进行实验咯 我们把水杯搬到中间 这样平平的放着 那我们先放一角 好 再放 这个彩色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沿着杯圆下去 所以你先轻轻按住 用手指头按住它 然后慢慢确定是沿着杯子 这样把它垂下去 完水了 好 然后手就停住 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真的碰到水之后 水就开始往上爬 对不对 然后慢慢往上爬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 纸张的纤维的关系 就好像成为水的一个管路 管道 它可以往上游 所以跟着颜料的部分 颜料就跟着水一起往上游 好 一边放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放另外一边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要把 我们把纸放在杯子的边边 沿着杯子的边缘呢 轻轻把它放下去 碰到水之后就可以把它放手 然后就让它水慢慢往上游 让它吸水然后慢慢往上游 好 这样子呢就让 让我们的彩虹 开始在玩水啦 我们来看看 很生气喔 你看它水真的往上爬 好 那我们就欣赏它 然后看看 它怎么样进行往上 来看它 我们看 它的颜色真的结合起来了 很有趣的实验吧 所以接下来换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将你所制作完的成品 上传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所制作的实验 这么多缤纷色彩的成品 各位小朋友 大家平安 很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台语 很趣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 有说到彩虹 当时你知道彩虹的台语 彩虹的台语要怎么说 我不知道 彩虹的台语叫做轻 你来说一次 轻 请我们大家要学起来 彩虹的台语叫做轻 既然那个故事里面 也有说到大尊 也大尊里面有各种的动物 如果这样你敢知道 动物我们在乘的是 要用什么丹为输 我知道 是算贼 对 原主上如果有胶的动物 我们都可以用贼来算 比如说牛 牛 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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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几肢咖 我们都可以用贼来算 不过如果在玩人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用贼 要玩贼 比如说 外观这般 有25个人 你来用贼 不是用贼 不是25个人 好 如果这样 如果没有胶的动物 你敢知道要用什么贼来算 我知道是贼 没有贼 如果没有胶的 比如说 鞠 或是爪 肚肝 我们就会用贼来算 另外在我们生活里面 各种东西 他们的单位数 也会不一样 我们常常用在的有一块 比如说 拼 或是胖 一粒 我们用水鸽 比如说蓬鸽 咖啡 我们就会用一粒 一支 我们比如说 鞭筆 扫手 这一支等等的 我们就会用一支 一台 比如说电视 卡托车 这我们就会用一台 请我们小朋友 要把这些单位数 用净卡 不然有时候 就会很窃盔 对哦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 有让我们知道 有一位創则我们 也会听到我们的兄弟 我们就要听到兄弟的威 做兄弟 所欢喜的孩子 请大家爱的记得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继续 请大家下星期 继续来收看 我们很精彩的节目 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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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